MING PAO TORON 《Space & Data》去年 在香港部署了大半年的48件作品 在一個星期之內 就是被路正署人員剷走了9成 他旅行的時候喜歡紫皮石和水泥 隨時更新 周圍留下馬賽克的桃鴉 在香港的作品製作了一式兩份 一份擺街,一份拍賣 有一件還拍賣了568萬港幣 《Space & Data》 因為是90年代末時認識的 到今時今日為止 還未有人知道他真正是誰 是非常有個性的 你好,我是藍術師英格 我做了很多不同的表演 這是我最主要的 但我一直在做一些影片 一些圖片和柔軟體 一些畫面、一些彈性 很多東西 我嘗試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每天就是重複 在想《Space & Data》 或是找回他以前做過的 有否被人弄壞或是怎樣 在香港的外套發生甚麼事 我很憤怒 但同時,我現在是麻煩 因為我做了一個表演 為了展示甚麼被破壞 我用了甚麼事發生 來製造更多的東西 我真的在工作 為了我做最優秀的表演 在香港的最優秀 公共藝術是跟所有人的生活 比較近 自從有了公共藝術 或是桃鴉的文化後 大家發現原來我們的生活 本身就是那張畫布 其實《Invader》 在巴黎主場作畫 有人會用膠板封起外牆 保護他的桃鴉 但破壞了又如何 一樣可以讓他搞另一場大龍鳳 他基本上一生人每一天都在做 他在做作品 這是一個表演,我們會在滑 但今晚我會看到人生 我會在滑壁 我會在滑壁 這麼厲害 是否很震撼 是 我記得他在滑壁 你會在滑壁,大哥 再震撼一點,告訴你 其實Invader 沒試過接受電視台的訪問 厲害 第一次在電視營光幕 看到他就是這次 厲害 而且不僅如此,他不僅接受了我們的訪問 還送了這本 是他在巴黎主場的街道藝藝藝藝藝藝 你沒去過巴黎主場看過他的東西 有簽名嗎 就可以看看這本 我覺得要幫他抹紙毛 我很擔心他讓人知道他是誰 裡面有些地圖告訴大家 哪裡有他的作品 很危險 Celtic,你做得很好 保存一些道光幕 而且我想說 Invader的創作也不簡單 我可能心中 有道光幕的創作的就是 那個人怎麼 μην JUSTìnfin Silla 覺得挺漂亮 然後拿著噴漆瘦 馬上把它地圖 做了自働道這裡 他不是的 如果他想在那地方做一個自働道理 他會在那個地方 兩至三個星期 然後研究道德農 哪裡可以黏成定楫彩 就把牠抵上 然後再構造一下 怎樣構塑圖 然後再 cabo 然後 они cabo的時候 通常是晚上的 他會假裝修老工人 穿了制服,掩人耳目地 你睡醒時已經有個很漂亮的藝術 你把他的方法踢爆了 他還會來香港 我擔心他有危險 在香港,其實也搞了很久 處心積累,但來到香港 就馬上很快被人撐住了 很不值得 另外有一位藝術家 大家會認識更多,名叫Banksy 最近有藝術品是一個電話廳 旁邊有三位偵探圍著電話廳 偷聽 偷聽 那個剛才列入了受保護的藝術品 如果大家破壞他,就要罰錢賠錢 如果香港是這樣的 對 同一個藝術家就有不同名運 就看看這個地方有否開放